《財經世界》 YouTube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財經世界》的節目我是欣彤 今天是11月4日星期一 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 美東時間下午3時 我們為你帶來最新的市場資訊 每個星期 美國總統選舉和利率決議 將會主導全球市場 因此 星期一投資者會對最新民調 新民動態 企業財務報告 和經濟指標進行倉位調整 從而可能影響市場活動 就在競選激烈 勝負難分的美國大選之前 各個市場的 其權交易員似乎都在降低風險 為更大的波動做好準備 星期一 本前美國股指期貨窄幅走高 國債價格上升 因投資者減少 對川普贏得美國總統選舉的壓注 美元下跌 與此同時 OPED PLUS推遲增產 油價上升 波倫特原油期貨上升約3% 現貨黃金上升0.1% 到2740美元 COPED 策略師 Pieter Jordjicic 在一份報告中指出 市場已經打算好迎接議員反映 他認為 川普獲勝可能會帶動美元走強 而賀錦麗獲勝則會預計會對美元形成壓力 博彩市場有漲有跌 Pieterjic 顯示賀錦麗獲勝的概率比較高 而其他則會預測川普獲勝 除了美國大選之外 這個星期金融市場 還將受到美聯儲 英國央行 和澳洲聯儲等多國央行決策的影響 市場預計 美聯儲將在星期四減息25點子 原因是 最新就業數據顯示 美國10月就業增長 自2020年以來最慢 而失業率依然保持在低位 這個星期 標普500指數成份公司裏 若有五分之一將會陸續公佈 最新貴度財務報告 根據Fedset數據統計 截至目前已經有70%的 標普500指數成份公司 發表了財務報告 其中四分之三的公司 實際每股收益超出了市場預期 中共官員在美國大選前幾天 宣布了吸引外資的新措施 引發了對川普回歸白宮 可能對全球 第二經濟體產生影響的擔心 根據中共證監會 商務部以及其他四個監管機構的聲明 外國個人現在可以作為 戰略投資者 為上市公司提供資本 投資者預計 北京將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結束五天會議的星期五 11月8日公佈財政支持細節 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美國即將大選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這個星期 這家公司持減了約25%的蘋果股票 將會結束持續幾個星期的罷工 美國知名休閒連鎖 蘋果餐廳 星期五美式餐廳 今月2日正式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 受中國經濟拖累 全球最大時商精品集團 LVMH 本來計劃在今年上半年 在北京開設分店 但至今這個建築還未開幕 恐怕會推遲到明年 彭博社指出 高端名牌因為中國消費快速下滑 而操守不禁 正在忙著調整策略 這亦預示著奢侈名牌臨時加劇 選舉日定是星期二 不過目前提前投票已經火爆開始 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和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之間的競爭 異常激烈 近期國際收益率和美元的攀升 是一些分析師看來 是市場預期川普將會獲勝的信號 不過民意調查就顯示雙方勢軍力敵 這意味著如果民主黨候選人最終獲勝 可能會引發一系列交易的反轉 交易員擔心 選舉結果存在爭議 或者結果長時間懸疑未決 將會被市場造成巨大的不明朗因素風險 就算只有七個州被真正視為競爭劇烈的州 但星期六發表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賀錦麗在愛河華州意外領先 而川普在前兩屆選舉裡曾輕鬆地贏過這個州 而另一項調查就顯示 賀錦麗在這個州落後 北達資產管理公司駐倫敦多項資產聯席主管 賀錦麗表示 民意調查結果正在縮小 市場正在消化這個因素 與其川普獲勝的投資人一直都在購買美元 並且拋售美國國際 現在情況正在逆轉 民眾試圖確保自己的投資組合 不會是以某種形式地出現過度傾斜 《華爾街日報》星期一報導 鑑於有關中共政府將如何採取刺激措施 提升經濟的細節很少 一些投資者猜測 美國總統大選可能會促使中共政府 制出市場期待的大招 根據參與政策討論的人士透露 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願 中共政府不會出什麼大招 至少今年不會 他們表示 雖然美國未來四年對華政策 可能會影響中國的經濟軌跡 但是中共政府今年刺激方案的關鍵內容 已經確定 這個方案只要等到 今次人大常委會會議上獲得正式批准 但這些人表示 中共政府正在討論美國大選 可能將會如何影響中國的市場情緒 他們說 政府計劃在這次人大常委會會結束之後發出信號 接近領導曾想法的人士表示 中共政府尤其擔心川普重新執政 報導指出 美國大選的余波 也可能搶走中共宣布刺激計劃的風頭 導致習近平沒辦法獲得他要尋求的股市信任投票 對於投資者來說 選舉結果的不明朗因素 也可能令中國刺激計劃的潛在有效性 變得難以觸摸 很多經濟學家已經敦促中共領導層 將關注重點從工廠轉向 以令更多的錢進入中國消費者的口袋 但是這些經濟學家表示 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 中共還不會在經濟政策上做出這樣的戰略性調整 英國《金融時報》星期一報導 中共當局要求富有的個人和企業 重新檢查它的稅收 是不是存在欠缺的情況 這個舉措可能進一步削弱投資者 對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信心 近幾個月來 由於房地產衰退而導致金庫所剩無幾 內地政府尋找收入來補充 稅務官員要求富有的個人和企業 對納稅情況進行自我檢查 並且補交任何不足款項 一位駐中國的稅務合夥人表示 這些稅收要求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 中國富人裡引發不安甚至恐懼 她說 當被要求進行自檢的時候 他們中的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應該申報些什麼 很多人以前都沒有意識到 他們的海外個人所得 將會在中國納稅 報導表示 看到的一個城市的一份報告顯示 在自查過程中 如果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的企業 將會被要求提交加蓋公章的證明 並且保留證據以供檢查 致情人士稱 當局還要求個人開始補交稅款 包括從個人海外投資收益裏補交稅款 在某些情況下 當局引述了2019年一項很少使用的法律條款 法國外貿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恩表示 中共的財政赤字已經達到一個能界點 尋找其他收入來源的緊迫性更大 對富人和一些公司 徵稅對大多數居民的直接經濟影響比較少 報導指出 除要求進行自查之外 地方政府還對企業處以罰款 以彌補土地出讓收入的下跌 根據大陸媒體《第一財經》報導 16個省份裏面 有7個省份的罰款和沒收收入大幅增長 西部的重慶和首都北京 分別增長22.4%和21.9% 法國外貿銀行的吳先生表示 針對富人和私營公司的稅收徵收可能還不夠 並補充說 官員可能最終會考慮 與房地產相關的稅收並擴大稅機 香港南華早報引述律師和觀察人士警告稱 由於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一億尋求 通過嚴厲的刑事執法來增加收入 中國的私營企業處境及及可危 文章指出 中國小型私營企業可能為地方政府 具握債務付出代價 儘管中共方面一再承諾要為中小型企業 營造有利的法律環境 但是最新的一宗案件仍然引發了新的擔心 報導稱 山東一名商人 因為在貴州省南部的一個 政府支持的建築項目中欠款2億3千萬元人民幣 而被法院指控他犯有刑事合同、詐騙和其他違法行為 並且判他19年監禁 報導指出 地方當局為了緩解債務情況採取了針對其他地區企業的過分嚴厲的法律行動 迫使企業註銷政府債務 或是私家高額罰款來增加國庫收入 一位因為事件敏感 而不願意透露聲明的北京法律專家表示 這類跨地區起訴的趨勢日益加劇 他表示 中國企業家現在發現自己處於極其不穩定的景地 感引發了一種絕望和恐懼的感覺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 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削弱了需求 中國招商證券支出 中國三大交易所 5,000家上市公司 第三季度的總利潤 連跌3.7% 大於第二季度的跌幅1.5% 和第一季度的跌幅4%相當 連續三個季度下跌 這令人失望的第三季度財務報告 也加劇了中國經濟放緩的複雜性 因為北京當局只努力應付 過去幾年消費支出疲弱 和樓價持續低迷的問題 招商證券分析師張夏表示 國內需求不足 導致價格下跌 並拖累了生產 上市公司營收疲弱 獲利面臨壓力 即使上市公司採取了削減成本的措施 但是這樣對於提高獲利收獲甚明 報導指出 自從9月底 北京當局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以來 投資人狂熱壓住中國股市反彈 這樣可能會被投資人潑一盆冷水 全球投資銀行表示 在過去一個月左右 中國主要指數漲幅已經超過20% 人民幣計價股票的市值已經快 迫近歷史平均水平 與其他新興市場相比 並具備優勢 以上就是今天的《財經世界》 節目內容不是投資建議 歡迎你點讚、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支持 我是欣彤 再見 我是欣彈 我想說 在這rea版社會說 你如果答案 是無論公尺 你不要再改善